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二次跳球 看看俄罗斯队 保长 俄罗斯队把球电过 这球呢算是古巴队的一次扣球 古巴队三号进攻 结果这一次呢造成对方打手出界 这个大力的跳发球看来力量太大了 阿龟罗 切球了 跳发球 古巴队把球电前之后呢 组织二号进攻 直接打在界内 古巴这一关 看看今天他们是否能够把握这一次机会 后排进攻 结果这球打中了 古巴尼高娃 跳发球 古巴队呢也是在 古巴尼高娃 又是一个跳发球 古巴队跳到四号进攻 这是一个斜线进攻 切抠了 倒地球这 费尔南德兹上手飘球 俄罗斯队 电球很在很冲往中央地下呢 只能把球轻打过去 古巴队在刚刚的后排进攻当中呢 是由费尔南德兹造成对方篮网出界 又是一船直接过 看看古巴队能够抓住战机 四号位 大力进攻 俄罗斯队把球在后排电起来之后呢 也是后排进攻 但是古巴队篮网呢 刚刚球落在了俄罗斯队的后场 古巴队在场上明显的是 加强对俄罗斯队五号 Tachikova的防守 因为他是整个俄罗斯队阵中最能够得分 而且进攻点是最多的一名球员 如果这个雅西特看出呢 肯定是对大传手 雅西列夫斯卡亚的传球不是很满意 组织进攻呢可能是没有传给有机会的迪欧利纳 像我们看到二号莫罗佐娃又回到郑州 那么同样也是后来英文球员那是七号 也遭到了教练人的训斥 俄罗斯队还是一传跑 后排进攻 不过这次 Tachikova 比欧利纳罚球 古巴队也是一传跑 后排 作为一个轻打调整球 华西列夫斯卡亚跳到四号位 古巴队倒地打出救手 古巴队四号位进攻 跳法来呢可以抠打 地球没有能够防备 再场上得分 俄罗斯队又是一个跑动间的二号位进攻 这是一个直线球 一根都咬得非常紧 华西列夫斯卡亚一个上后标球 一个招插的快攻 结果 古巴队又跑成四号位进攻 这次四号位进攻 中心也是十足 十九平 俄罗斯队还是坚持打二号位进攻 这段时间十三号攻击力的这名球员 靠球了成功的也是不错 但是我们看看在古巴队一方的三号位进攻 这个大力的跳法球直接落在了俄罗斯队后场 漂亮的一个篮网就是 俄罗斯队直接把球电过 古巴队就发动二号位进攻 这个俄罗斯队把球电起来 还是有机会 把球只能电到后排 古巴队后排起床 还有结果出网了 博大乔娃今年二十四岁 身高呢达到了两米零四 古巴队三号进攻 这个点的非常快 澳洲并不会吃亏 非常可信的就是古巴队第一局的局末点 古巴队一场 最终往前争夺 古巴队这球打到界外 这样俄罗斯队拿下了第一局 古巴队把球电起来背后 刚刚这次跳到四号位 俄罗斯队三人拿马 现在上场的是他们的五号球员 福巴队把球垫起来之后 三号进攻 福巴队开工 福巴队还是把球推过 看看调整四号进攻 福巴队电过来 再组织一个调整球 福巴队也是把球垫起来之后来看看 稍微的一个原地进攻 最后这一次的球背对方篮在界内 撤球Tachkova也是有些着急 在原地的情况下 也是想选择一个重扣力量扣球 对方明显的就是加强了 19比14 俄罗斯队现在领先了好几分 福巴队 看对方有两个人买篮网 拿归罗又是一个大力特巴球破坏了俄罗斯的遗传 四号的开往进攻 球队福巴队双篮网篮在界内 还是因为遗传不够到位 所以只能调整到 现在教练员还是似乎对二传手的表现不太满意 关键的一分 佛罗斯队 又是由于这个球太重吧 所以二传手 这个瓦西利福斯巴亚在调整的时候 脚已经是踩到了这个中线 到了古巴队一方 发球直接得分 这球呢确实是线路很短 直接快发到了三米线上 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所以古巴队虽然发球15多 但他们的发球取分的这个几率也会那么高 本来是落后的比分 借助阿龟罗的不断发球 我们看到现在把比分已经是反差了俄罗斯 那么这球呢明显是一股来教练员 责对后排的俄罗斯队的球员 上上二号莫罗索瓦 在这类球的时候根本无动于衷 在了端线之内一点点的 对能不能调整过来 又是强大对方 大力发球的一个威力 这样古巴队21比19领先 这是考法也是躲了一下 结果这个球呢还是落在界内 终于还是以他自己的一个失误 而交出了这个发球权 他的这个发球呢 已经是连得几分 这样古巴队22比20反超了俄罗斯队两分 三七四发球 直接是后排起跳进攻 多了一分 打探头 漂亮 不然之前以后起了一些变化 古巴队连续出了两个防守差错 所以本来呢 其实在这一局 俄罗斯队有一段时间也是领先比分 但是被古巴队的大力发球呢 造成了低分 这两个球的进攻反而是不错 古巴队 有机会稍微进攻 没有给这边任何机会 赢得第二局的局末点 俄罗斯队 一传不是太好 后排进攻 这球居然是篮网之后呢 篮在了后排场内 这样古巴队是以25比22 拿下了第二局 所以双方呢 在目前呢 打成了一比一平 谢谢